人生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经历 其中包括一些不愉快的遭遇 这些挑战和困难事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应对方式来克服他们 以下是十种常见的不愉快遭遇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他们 失业、失去工作可能是人生中最令人沮丧的经历之一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重新评估职业目标、更新你力 积极寻找新的机会 并考虑进修以提高技能水平 进修以提高技能水平 这意味着你主动地参加课程 培训或学习新的技能 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能力 这可以视为了在现有职业中更好地表现 也可以视为了转行或寻找新的职业机会 进修可以包括学习新的软技能 如项目管理 沟通技巧或硬技能 如编程、设计、语言能力等 这有助于提高你的价值 使你更有竞争力 更新你力 更新你力是指将你的经验 技能、教育和成就更新到一份最新的简历中 以便向潜在的雇主展示你的能力和价值 这包括将最新的工作经验 专业成就和资格添加到你力中 以使他保持最新和具体 更新你力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当你寻找新工作或升职时 雇主通常会参考你力来评估你的资格 所以 进修以提高技能水平 可以成为更新你力的一部分 因为你可以在你力中 凸显你所获得的新技能和教育 然而 除了进修外 还应该注意你力的其他方面 如经验描述 成就 专业概要等 以确保他全面反映你的能力和价值 失恋 爱情关系的结束 可能让人伤心和沮丧 要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需要吸自己时间来疗愈 寻求支持 并集中精力 在个人成长和自我价值上 家庭问题 家庭争执 分离或亲人的健康问题 都是不愉快的经历 处理这些情况时 沟通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也可以寻求家庭治疗 或专业辅导的帮助 财务危机 面对财务危机时 我们应该优先处理必需品 制定预算计划 寻求咨询 并取折剑的生活方式 以减轻经济压力 健康挑战 生病或受伤 可能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良好的健康习惯和医疗保健是关键 同时也需要积极的心态和支持系统 失败 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失败 重要的是要将失败视为学习机会 不断改进 保持坚硬的精神 人制冲突 与他人的不和 可能造成压力和不适 解决冲突的关键是尊重 沟通和妥协 以建立更健康的人制关系 担忧和焦虑 心理健康问题 如担忧和焦虑 可能困要我们 寻求心理健康专业的帮助 学习应对技巧 以及保持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 都有助于减轻这种压力 失落感 时间推移 我们可能会感到 自己未能实现某些目标或梦想 拥抱这种感觉 并重新评估目标 确定新的方向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重新启动的动力 孤独感 孤独是一种常见的不愉快感受 建立社交联系 参加活动 志愿参与 或寻求专业帮助 都是克服孤独的方法 总的来说 人生中的不愉快遭遇是难以避免的 但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来克服他们 重要的是保持坚韌 适时寻求帮助 学习从错节中成长 并保持积极的态度 这将帮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 变得更加强大和有信心